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要新闻 那实际上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为华人社区和为中美两国两地所关心的一个大案子 就是张盈盈案 在美国时间6月12号第一次出庭 开始 中国访问学者张盈盈被杀一案 于美国当地时间12号开庭 在进入控辩双方开场陈词阶段后 被告克里斯腾森的律师意外地当庭承认 克里斯腾森杀害了中国访问学者张盈盈 检方还透露克里斯腾森曾告诉她当时的女朋友 张盈盈是她的第13个受害者 以及她从19岁就开始杀人 而这些对话都被录音了下来 据了解 如果克里斯腾森被判有罪 审理将进入第二阶段 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将决定 是否判处克里斯腾森死刑 案情呢 我觉得是很骇然 就是说这个真是难以想象 这个斯律师我想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吧 康康点评一下这个案件 这个案子呢其实有一个就是很巧的事情 就是张颖家属那个律师叫王志东 王志东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我们一块去过中国大陆访问 当时呢其实他我们有一个叫全美华人律师协会嘛 他也是议员 他这个经常发一些最新的消息 那而且中国政府或者中国民间对这个案子也比较关心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应该就觉得美国怎么能出这种事情 对吧 这个杀人两年以后怎么还没判刑 就是对美国司法制度一个不了解 第二就是我觉得中国在宣传导向可能是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呢 一直提醒大家美国并不是一个天堂 甚至一个不是天堂不说吧 甚至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就很不应该在中国大陆都不太见的事情在美国能发生 第三个就是这个杀人犯呢 是一个白领的这个所谓教职人员 好像是伊零六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一类的 他是一个博士 一个博士生 数学还是物理 对 而且那个事情呢 不像在我们洛杉矶 这个洛杉矶比较乱 对吧 它是发生在一个伊利诺的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校园嘛 就是像香槟那个大学 对 而且第四个就说 这个案子一直呢 就没有知道这个女孩的下落 就旁边的人 那今天突然的这个不但是知道下落 而且知道很详细的这种过程 这个过程当然我们就变得重复了 就整个她的被这个谋杀的过程 我是觉得这个节目呢 我们希望有两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说呢 通过这一个恶性的跟中国留学生有关的案件呢 提醒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要防范 类似这种事情再发生 第二个就是说呢 为在美国的华人和中国大陆的朋友 提供一下美国这个司法制度的一些特点和一些弊病 对吧 就一个 因为美国有一个说法 这个叫 A justice delay is a justice denied 就是说呢 正义来的持就正义被拒绝 对吧 简单是这么翻的 这是一个长话 那你看张眼睛这个作为一个年轻貌美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就没了 那这个杀人犯呢 这么两年以后不断的提出一些他的一些权利 找律师的权利 不说话的权利 看医生的权利 对吧 就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一般的人匪夷所思 对吧 我常常说 不上过美国law school的 你不知道这个事 我们就想到摸了 当时有一个讲法 就我们上次讲的美国检察官 他这个人饥饿如仇 对吧 他说坐了两天 这个刑事辩护律师 他坐不下去了 他坐了一半 听说你应该被监狱啊 你因为抓住 说美国也有一批呢 就是对律师的指控 为什么律师知道他有罪 还麻烦的 说他无罪 替他无罪辩护 对不对 这也是说第三个 我们要谈的美国的一些 这个刑事辩护制度 我们可能从这三点谈一谈 对对对 是这样 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中国大陆 这个如果是一个杀人犯 对 那最后呢 我们经常 经常看到是这样的画面 对 嫌犯呢 得到杀人现场去指认去 对 因为这个是作案现场 对 然后这个是埋尸地点 对 然后警察照相 对 这是作为一个 虽然他都交代了 是是 但是一定要有这个步骤 是 那现在这个张英影案 第一是开庭审 那么律师呢 就把整个作案的细节 全盘拖出 对 但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呢 检放也好 或者美国的警方也好 仍然没有这个 就好像没有交代 常识之处 对 现在没有 那这个从这个 就是说从这个 这个嫌犯的 这个 这一个辩护策略吧 他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要叫 因为他说呢 嫌犯呢 在作案过程当中 也有一些情绪不稳定 喝过酒 对 所以就是 开始找一些理由 对 而且这个嫌犯的时候说 他杀了13个人 对吧 就是说 严格之一呢 美国这个 首先呢 这个美国刑事辩护系统呢 他有一个 美国宪法有个叫第五 第五修正案 就是5th Amendment 第五修正案的 基本一个条 就是你只要被指控 有罪 你永远也可以沉默 那他这个人呢 不但不沉默 把整个这个细节 合攀脱出 对 其实有一个想法 就是可能这个辩方啊 就是这个嫌犯的这个律师啊 想做一种呢 叫insanity defense 就是他在杀人的时候 他是神志不清醒的 后来回忆起来了 所以美国在这个 这个刑事辩护的时候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策略 其中我们大家如果知道 当年里根总统呢 也是被一个人打了一枪 打了一枪 这个人叫Hickney Hickney呢 就是希望当时说 为什么要杀人 要打理他 他说打个总统 我应该叫那个 Judy Foster注意到我 就美国最有名的演员 但最后这个人在法庭呢 确实没有判罪 说他有神经错乱 那神经错乱以后呢 当然今天没人细讲 是神经错乱分很多种 就是但是在一般在死刑的时候呢 最有名的就是叫你 认为你这个做的事 你不知道当时怎么做的 但是呢 如果你一旦被这个判了这个 就有时候不能判死刑 但还可以判呢 这种所谓的这个二级谋杀 但你到神经病院里 神经病院以后呢 那个条件非常差 对吧 那就等于比坐牢可能还不好 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 因为呢 这个细节这样 我简单讲讲程序啊 他这个从这个美国到最后呢 一直是从起诉 到最后庭审 差不多两年 这两年呢 再往下一步呢 正式开庭 叫trial 到了我们已经到trial阶段了 就是一定要陪审团了 这个陪审团基本都是白人 那估计选陪审团两周 对吧 这个打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庭审要两周 两周以后 陪审团再研议 可能还要两周 但是有两个小时就出来了 研议呢 估计定罪是没有问题 但能不能判死刑 目前呢 是一个焦点 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伊利诺州本身没有死刑的 但是正因为呢 检察官认为这个案子比较恶劣 到联邦法庭去判了 所以这个又有点 因为联邦法庭 大家实际上呢 有点抽象 实际美国的联邦法庭 也是在伊利诺州 但是它不是属于伊利诺州 那个法庭和法律控制控管 因为美国联邦法庭 那有12个地区 这个地区 他的这个就是联邦法庭 有死刑的 所以为什么就在联邦法庭 叫United States versus这个叫 魁死那个男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个形势就是这样的 那美国的还有个 很麻烦的事 就定罪呢 是12个非诚 一定要说有罪 也有可能讲来定一个 没罪 这个东西大家要想好 不一定就是 就一定是有罪 或者有罪以后呢 没有死刑 所以这案子以后呢 按照我们往下走的话呢 会有很多变数出来 对吧 就是说在陪审团当中呢 有一个人不同意死刑 这个案子就 Mistrial 就是留审 就是互刑 那你就 你就这个也可能要重审 现在这样 就是我们观察 这个包括很多 这个我们也议论这个案子 就是说 有的时候美国的 这个杀人案 这个受害者 没了 被杀了 对 那么最后呢 受害者呢 可能 这个心 做案凶手 他就成了一个焦点 对 关注 可能说 凶手怎么怎么样 长得也不错 看着挺好的 挺可怜的 但是受害者呢 就没人想 这种是到底 是一个文化层面 不同的东西呢 还是说 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上 就是 美国的司法制度 是保护这个 这就是这个恶人 美国的 这个是一个媒体曝光的时代 对吧 你也承认这个事 你还记得我们 我就想想 波士顿那个 马拉松那个事件 那两个兄弟俩 拿着那个 叫那个 钢锅 高业锅炸弹 炸完以后呢 这个死了 有三个中国人也炸死了 对 有波士顿大学一个女生 大家永远记不住 死者的这个受害人 最后这个曝光的时候 这两人一看了第二个年长得不错 很多女孩给他写戏 所以这个呢 我是觉得美国一个舆论导向的问题 在我来讲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 觉得在中国文化的传统 华人化就是你这个 以眼还牙 以牙还牙 以眼还牙 这一个也是基督教 这么一个说法 但现在呢 美国有一种这个过了 我觉得人权那种 说是让他一些有些悔改啊 让他就是这个取消死刑 那这点呢 美国呢跟堕胎一样 一半人赞成死刑 一半人不赞成死刑 这也是一个焦点 但是我呢 想引申出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这种事情呢 在美国能发生 而且怎么避免这个事 那么可以 我个人认为 我给大家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个 我从刑事辩护律师角度来讲呢 我有一次在这个法庭 拿了一个小册子 在洛杉矶 小册呢 是一般的那个 就告你呢 如果怎么 这个女孩怎么防范 被人家侵害 这跟大家简单提一下 我就利用一切的说是 就是一般来讲 你只要两个人在一块就没事 就是说只要女孩 在半夜深更的时候 只要两个女孩在一块 走路有一个伴 一般来讲 很少能被人家强暴强奸 为什么呢 这两个人的互相呢 有一个撞打 另外呢 他会叫 对吧 你不管来了五个男的 三个男的 只要两个人在一块 他就不太容易 把你们俩同时抓走 一个人经常被一个人劫持 为什么呢 一个人只有说 我们知道有一个 一个人拿一把刀 一把枪一对着你 这女孩就愣了 所以你看他 当然这个有一个 他做了个假警察 他说他被劫持在公寓里边 那我就觉得 如果是两个人 那不可能发生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 大家呢 如果作为女孩 第一呢 就是要小心 只是我只是 小心多了 我就因为 美国警察提供的 这么一个tips 就是两个人在一块 不管晚上多晚 只要两个女孩在一块 你这个被侵害的 被伤害的几率 就下降很多 那现在这样 大家都刚才谈到了 关注这个死刑的问题 对 那张晏颖这个案子 在什么条件下 可以移交到这个联邦法院 因为现在是在 等于在这个伊利诺斯州 不 现在在联邦法院 现在在联邦法院 他是这样 这个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说很多法庭呢 就他的辩护律师认为说 在伊利诺斯州发现呢 一般的刑事案件 应该在伊利诺斯州审 对吧 但是呢 有的时候呢 一般来讲 只要美国联邦调查局 一介入 就美国的所谓 FIA一介入 而且案子比较大 而且案情呢 比较复杂 一般来讲呢 美国的这个联邦系统呢 会把这个案子 简单来讲吧 就是这个 比如说中央政府 到了这个某一个 国内的一个省政府 我们中央政府管辖权 最典型的 国内有个叫什么 张晓 孙小果的案子吗 对不对 这个中央叫督察 我只是举个例子 一旦这个案子到了以后 很大的情况下呢 美国的联邦这个系统呢 会介入 介入以后呢 当然我不能说 他们为了曝光嘛 就联邦政府呢 有很多的资源 他可以 就一个案子不赚钱 他也可以一直做到底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说我个人觉得 美国政府在这一点上 在对待这个案子 是认真负责的 而且一步一步都是 做得还不错 对 因为这个在 因为这个作为记者 也采访过一些案件 对 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 比如说这个什么 洗钱移民欺诈 以及这个危害国家安全 这属于联邦法庭犯畴之内 对对对 那等于一般的杀人 像这个什么强奸偷窃 这属于这个州法院 是是是是是 但这个案子最开始的时候呢 好像这个当时我记得这个 是伊利诺斯大学的警方 对 来负责这个案子 是 伊利诺斯这个包括这 香槟地区的警力还没参与 对 所以他这个这个案子呢 那当然 开始没有是杀人案 是失踪 失踪案 对 就是开始失踪案 对吧 对 他是这么一个怎么解释 就是联邦政府呢 现在就是说 想把它变成联邦案子 很容易 用手机就可以了 你知道有手机就叫 interstate commerce 就是你因为手机那是50个州都可以用 你只要有手机介入 他想他也想拿来 有手机介入 加上有一些外国因素的介入 他是中国留学生 留学生 他就是他联邦政府立案很容易 但是我知道可能联邦政府 可能不愿意立案 对吧 我我个人感觉 如果伊利诺这个 芝加哥地区南部出现这件事 可能他就不管心 因为南部老是杀人放火 对对对 你看又是在伊利诺校园里边 又是一个伊利诺大学在芝加哥 应该排第三 除了芝加哥大学 西北大学 就伊利诺了嘛 而且那个校区 香槟大学是中国留学生 在美国最多的学校 对 有几千人吧 有近万 近万 对 反正我印象呢 原来我一直认为 南加大是这个中国留学生最多的 实际上是香槟大学 我去年有个伊利诺大学 法学院毕业的一个同学来过 就是叫小费 是上海的一个学法学的 在我做了半年做实习嘛 他从伊利诺来的 我跟他说呀 他说这个事情 他说这个也要小心 他说有的时候呢 就是人呢 就不小心 因为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反而我觉得在纽约 洛杉矶 什么芝加哥 这种比较乱的地方 中国留学生都比较小心 那些地方就跟田园风光 我是从中部来的 我在挨我来 就是有个 也我们也出过一个事情 卢刚那个事情 卢刚 对 就是卢刚91年 杀了五个美国大学教授 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地方 就想着这两个事儿 就是挺奇怪 就是一个很独立的 也是 我也是经常没有 这种恶性案件 对吧 我个人感觉 有的时候 就是美国这个文化里边 有这么一个文化 大家看着都很好 但是呢 内心想什么 你不知道 特别是白人 OK 特别是白人 你看着都挺思思文文 一张举着 抹着香水 对吧 但实际他内心 想着很邪恶的东西 这个案子确实呢 是给我们上了深深的一课 对吧 那我们只能是继续观察了 对 反正刚刚开始嘛 对 希望他这个被这个严惩 对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 或者有关部门 最近提出 这个有关中国公民 到美国注意安全 确实我觉得是非常必要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 因为现在媒体资讯发达嘛 有很多人呢 把美国想象的 好像就是 但实际上呢 就是说犯罪 在任何国家 各种社会 它是无处不存在 因为人性这东西 它是邪恶的本性 它一旦这个邪念上来以后 对吧 你就没有办法来那什么 另外现在旅游忘记了嘛 大家知道 我们知道 美国今年差一点 因为这个川普这个政策 往年在旅游团 到了这都是好的照片机 一般来讲呢 特别是拿的包 名牌包 加上里边都是现金 对不对 护照 我们在洛杉矶这种事情最多 每年几乎都会碰到 对吧 就是吃饭的时候啊 你在那一转身不见了 那个什么都没了 所以大家特别要小心 现在旅游的时候 把那个包都看好 这个东西就 每年都会出现 对吧 加上还有的时候呢 小孩来的也比较多 小朋友 对 所以洛杉矶呢 其实也还有一个事儿 就是一个性侵的一个 也是洛杉矶发生的嘛 一个中业 在威斯科威纳 在威斯科威纳 它就也伤害了 可能在没有什么程度 可能没有 就是说言外之意呢 就中国和中美之间 人家交流的多呢 实际这种事情呢 就恶性事件除了创车以外 这种恶性事件 大家也特别要小心 要意识到这个东西 对 那么这个 对于美国国内呢 最近这个 穆勒还是在这个 在发酵 就穆勒 就是特别简单官 退休的特别简单官 虽然他已经宣布退休了 但是民主党呢 还在追这件事 就是说在讨论 这里边核心的问题呢 就是特朗普 究竟是不是妨碍司法 对 这是一个核心的 就所谓通关门调查 对对对 一个核心的问题 那这个事呢 反正就是因为这个 特朗普最近呢 也在欧洲嘛 参加这个 诺曼里这个登陆纪念 75多年 75多年 然后又到 好像到波兰到哪去去 对对对 对访问 所以呢这个 那么就是说我们关系呢 那除了这个 美国内部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这个 关于特朗普的一些 这个情况以外 那么再一个就是说 这个他的这个大选 大选的话这个 拜登的这个民调 应该是昨天 对对对对 等于6月12号 一个民调出来了 对对 那么拜登是 远远大幅度领先 这个特朗普 那虽然这个 这个距离美国大选呢 2020年大概还有17个月的时间 这种大幅度的这个民调呢 当然不一定能保持上那个时候 但最起码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特朗普的民调下降了 那下降的原因呢 我想除了通俄门以外 我想应该和这个 所谓的中美贸易战 有没有中美贸易战 最后到现在 弄的是这个整个 全世界都是人一亲 荒荒 对对对 这个问题是你讲的 因为你是做媒体的 资深媒体人啊 大哥讲得非常好 大哥就把这 你讲了好几个问题 我这主意 我理想个人看法 第一呢 关于这个川普 这个 这个Moodle Report 也就关键就是 他会不会被impeached 会不会弹劾 对吧 这个是一个目前来讲 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 就是说呢 到底民主党能不能 启动弹劾程序 但是弹劾不成的原因 是美国需要一个 两党的多数 那在共和党呢 在参议院呢 肯定是不可以的 要三分之二 我们大家知道 克林顿总统被弹劾过 有过一次程序也没成 他就跟那个那一次 所以呢 民主党目前矛盾就是 如果你在启动弹劾程序以后 万一不成的话 特朗普总统能反弹 对吧 那如果你要不启动的话 也可能就是 如果就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拜登如果 再往下走 能不能一直保持 这个领先的特朗普 对吧 拜登这个优点就是 他呢 这个因为有奥巴马的支持 奥巴马基本有黑人选票 黑人在美国 百分之九到八 这个而且黑人选票 跟华人选票不一样 黑人选票都出来投票的 对 这个墨西哥人 占的比例比较多 但美国公民少 而且他们对这个政治意识 没有黑人那么强 因为黑人这个民权运动 他就这么来的 他还是投票比较多 如果说 今年这个 如果这个拜登 能把黑人选票拿到 能拿到一部分 原来这个 川普的这个票仓呢 也有可能 但这里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谈到 跟我们之间有关 中文贸易战 到底贸易战以后 往下走是对川普 连任有利呢 还对川普连任无利呢 就不利呢 现在有一个 蛮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美国的民主党 觉得川普做的还不够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 也可能为了一种战略战术 你就不知道民主党是 就挖一个坑 叫川普跳啊 还是说他故意 就是要把中国要谋化 这个我在就觉得 就是有一部分呢 就是民主党是有点看热闹 反正我看你往下怎么搞 你跟中国搞好了 不可能 你跟中国搞坏了以后 把经济搞坏了 好 那咱们就 你的民调就下降 所以我看民主党对 川普在对中国态度上呢 倒是说呢 他支持也好 不支持也好呢 他希望川普在这弄砸了 弄砸了以后呢 他没有想到这个 周末两边的利益 他只是想砸了以后呢 我可能更适合我 我觉得民主党在这有点不太负责任 我觉得民主党应该就是有一个什么呢 民主党目前的为止呢 是拿不出一个 让美国绝大部分老百姓 接受这么一个理念和实施的办法 川普不管怎么说的 我拿不出全民接受的 我要一部分白人接受 为什么我修墙 我限制移民 我这个跟你加税 那很多白人是死硬的白人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对吧 所谓的美国第一吧 他有标志性这种口号 当然也是很强的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在里面 就是民粹 实际上民粹呢 各国家都有 都有 对对对 这是这样 现在实际上中美贸易战的一个 这个 很多人都在讲 就是说G20会议 应该是一个白点也好 或者一个什么点也好 那么就是说 究竟是特朗普和习近平能不能见面 这个事儿呢 这个就是说 当然特朗普事先放个话 对 媒体大爷吵出 你这个 如果习近平你要不和见面 我就如何如何 我就要增加那个3000亿 那个税 所以我是这样看 这个事儿呢 就是说这个G20会议 这个是一个这个世界各国首脑 这个这个 习主席在当初没有没参加过的 对 就没有说我不参加 对不对 这是肯定参加 今天参加了呢 作为一个大国领袖 也不能那么小家子气 对 我想呢 见面呢 是一定的 那这种见面呢 是礼节性的见面呢 还是说能够像在这个巴西那次 这个就去年去年这个11月份在巴西那种见面 能够有一个 有一些幕僚在一起再谈一下子 这个呢 这是在这个两可之间 所以我认为见面 还是一定的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就这件事儿吧 中国这个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个制定政策这个西律 他还是有一个程序哈 那川普总统要向那个街头摆地摊了 对不对 就是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今天说我要见 明天说我不见 对吧 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个施政方针 全是从他那个推特出来的 半夜两点半 对不对 出来出了一条 五点出一条 就这个东西跟美国历来的历史上 我觉得川普总统历来肯定会有名 对吧 这是好名坏言就不知道 因为我个人认为呢 回过你刚才讲的穆勒Report 穆勒Report里边呢 就说一句话 他不是总统我就起诉他了 他只是没有这么名字说 但你解读就是 就因为他总统 我没办法起诉他 不在我全言之内 而且美国有个名言 叫Nobody is above the law 谁也不能高于法律 但是现实中呢 人民心目中这么想 但现实中美国总统 确实是above the law 现在超越法律 但是呢 大家呢 最近还有一个焦点 就是Nancy Pelosi 就很恨这件事 她说我不但要impeach 她应该坐监狱去 对吧 她说犯法了嘛 犯了触犯美国刑法了嘛 但现在呢 等于在目前来讲呢 我觉得 现在有一点 似乎有点平静 因为等着这个中美贸易战 等着这个G20的会议 G20的会议 怎么样 另外整个美国 下半年的经济走势怎么样 对吧 现在川普总统 一片歌舞声名 其实我个人觉得 倒是想 川普总统更想 利用这个 啊 你看我跟中国 又打这个 打成协议了 他又听我的 我不加税了 他这个想法吧 我觉得好像一天一个变 就是还是策略策略 就是往下 那我们再往下看看 他怎么走吧 我觉得这个整体上来讲呢 川普对于中国 他一种政策 就是他第一呢 毕竟是个商人 对 这是商人出身的东西 商人和政治家 是不一样的 不然的话 大学就 就没有政治学 这样一本 对对对对 这是一个 当然他是民选上来 另外呢 川普和他团队呢 对中国的历史文化 我觉得缺少 最起码缺少了解 对 甚至带一种歧视 带一种歧视 如果他了解中国历史 或者了解中国的文化 他就应该觉得 这种讹诈也好 一天一变也好 随便说话也好 他不会这个影响 是 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 是这个美国反战交响乐团 到北京演出 那么这个指挥是谁呢 指挥是艾山豪尔的孙子 那么这个 二战的这个总司令 二战总司令 看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他其中演了一个曲目 叫做一条大河 就是我的祖国 对对对 这个音乐一齐以后 现场的观众呢 跟他唱起来 从侧面呢 我觉得反映了一种 目前中国老百姓的一个心态 对对对 就是说老百姓 对中美贸易战 或者最近美国对于中国这种这个 打压也好 或者这个强权也好 老百姓他不怕 而且反感 他还保持着一种 反美帝的这样一种心态 另外你也顺便看了 美国大部分人呢 这个是很 从一个客观角度 会正视一段历史 而且呢 就这个和平的取消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事儿 到这个事儿 我回去再看一个 挺有意思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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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反映一种的中国民间的情绪 所以呢这个中美贸易战 这个我们还是要非常要关注的 另外就是这个张晶晶案 希望我也希望这个 这个大家特别是大陆的朋友哈 这个通过这个案子呢应该是 确实应该是提高 自身的一种到美国来以后 一种自身的防范意识 对对对 一定要注意 就特别是在准备到美国来读书的 年轻的小朋友 特别是女孩 特别要通过这个案子 吸取一个教训吧 或者吸取 知道美国并不是一个 一个就是要 还是要防范一些意外的事件吧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 谢谢观众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观众